温肤过度烫伤案例 刘先生74岁 曾与儿子一同学过原始点 但因理论学习不够深入 温肤严重过量 导致老人腹部腰部及臀部烫伤 起先只有腰痛 因处理不当 后来陆续出现失禁 大小便无法分离 大便躺息 每日二十多次 体力虚弱等症状 推完了以后 整个这个地方用姜泥把它敷上 完了以后用保鲜膜把它戴上以后 上面再放三个腩片 热源太过了 太热了 热太大了 老人的背 屁股都烫坏了 对 都烫好几次了 烫坏了以后用姜粉 抹了以后 过一过以后再恢复 前面也有吗 前面肚子也是 烫不得肚子烫 马上姜粉 以后保鲜膜一盖 以后上面放一般的是四个暖天 地图是六个 后背是三个 两个 十二个暖天 一般你晚上十二个比较多 这多 好 公益点条理方案 按推 按推下背部 箭键 臀部 早晚各一次 内热源 有机姜片一百克 与红参五十克 加水一公斤 熬至五百毫升饮用 三餐由辛辣食物 改为温热素食 外热源 白天运动以外时间 进行全身红豆袋温敷 晚上睡觉时 用温疗坦温敷 以病人感觉 温暖舒服的温度为宜 运动 前两天无力运动 第三天起 每日逐渐增加运动量 心情愉悦 处理前后比对 第一天 第十一天 第一天 第十一天 感谢张仪式 有没有张仪式的法明 也不会有啊 下面这些原始点 现在全国都普遍了 我非常感谢他 感谢张仪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部队